有被害人因为工程款的债务纠纷被打成的重伤 而集团成员甚至呢 最后还向委托人勒索了20万元 警方逮捕14人 发现他们把神坛当作聚会的地点 一举破这个神坛讨债集团 讨债集团成员10多人骑机车呼啸而过 一群人包围店门口 拿着球棒跟刀线冲进店内 而话不说 把人抓出来当街捅哦 火同骑鼠下10多名 沿街追打被害人 导致被害人身受重伤 严重失血 送医还一度命危 短短不到5分钟 被害人头颈腰部都被砍伤 大量出血一度命危 救护车赶到将人紧急送医 集团调查发现 动手的黑衣人全是暴力讨债集团成员 是一起的工程款的纠纷 有人没有办法支付这个钱嘛 所以说临线嫌犯也针对极友人 给他围殴及恐吓 集团主席为了替友人追讨 装潢工程的款项动手打人 试程后自认有功 又反过来勒索朋友30万的试程费 警方查出 该集团以高雄一处神坛当作讨债据点 吸收青少年挑八家奖 还纠种暴力讨债 在案发之后呢 反过来针对极友人 告诉他说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的解决 你必须再拿出30万元出来 不然的话 就会把你带到山上埋掉 被害人因为100万工程款 被砍到差点丢了命 集方事后逮捕集团成员14人 祝贤一开始还否认持刀砍人 但监视器清楚排侠犯行 不容抵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